今天呢北叔教大家做一份能量早餐吧 虽然能量有点多到爆炸啊 准备点棍状面包或者棒状面包 反正不是法棍 从中间分开备用 再整一大块黄油 在煎锅里融化掉 听听这纸了声 太得劲了 再闻闻这黄油味 哎呦我去热量的味道啊 加点蒜末 在锅里拔了一会儿 等颜色变成金黄之后吧 再下葱花 翻两下之后就关火 然后把炒好的蒜香黄油 抹在面包的表面上 上加热 180度烤5分钟 烤好拿出来之后就给它翻面 下面是不用抹黄油的啊 给它翻到上面来 先抹上一层番茄酱打底 这个番茄酱是北叔自己熬的啊 折好吃 再撒上点干牛汁 调调味 铺上一层培根 就这么一条压一条的啊 再撒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厚厚的撒 没事 吃完咱再减肥 再送进烤箱 同样是上加热 180度烤15分钟 美食出锅 给它组合到一起 也就是哎呀我去稍等啊 我给它稍微整整形 这回好了啊 咱现在看 有道是培根姿势早餐饱 吃完得劲热量搞 过后再说减肥事 热量爆表哈了哨 今天就这么地吧 关注北叔 不叠时来个长胖小技巧 中文字幕——YK